台湾的疫情持续的延烧 连续好几天新增确诊人数破百 长期关注台湾疫情的新加坡 防疫医师林伟蒂他就认为了 说台湾是全世界 面对疫情最脆弱的国家 因为台湾人口老化严重 加上疫苗的接种力低 因此台湾民众没有力量来对抗病毒 所以他认为以过去的抗疫经验 认为台湾应该要即刻封城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说 国内国外各种批评都有 会关注所有指出的相关情况 是否可以因应改善 台湾面对疫情 特别是面对COVID的变种病毒 可以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里最脆弱的 台湾防疫的好成绩 在这波疫情当中面临考验 新加坡知名的防疫医师林伟蒂 以过去一年多抗疫经验提出警讯 建议台湾要即刻封城 你没有弄到你的病毒的感染 跟生病的那个人数 永远都远远快过你的医疗扩能的速度 而且我们现在我们还在讲双北而已 等到你传到中南部 等到你传到偏向 然后双北还没有烧完的时候 你不是国将不国了吗 非常时期祭出非常手段 林伟蒂点出主要原因 包括台湾人口老化 之前没有疫情造成几乎所有人都没抗体 加上疫苗的短缺 更雪上加霜的是目前筛减筛车 很多确诊者在外面走动 会有更多人被感染 只有阻断病毒的传播链 才不会让整个医疗体系崩坏 另外李伟蒂也建议台湾要有疫情 已经非常严重的共识 当有最强级封锁的时候 就是进到最大力量 停止病毒传播跟潜在的人命伤亡 到时候有时间吸收资讯跟思考 那防疫讨论 角色跟执行品质也会提升 接着建立防疫讨论的优先顺序 封城市第一件要讨论的事 直接影响现在的传播率跟死亡率 疫苗其实是后面要讨论的事情 各种批评都有了 那国外国内都有 那我们都会好好的就是注意 他们所指出的一些相关情景 那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个改善 可以因应 台湾有必要到封城的地步吗 随着疫情持续升温 各种讨论都是希望防堵破口 不让一切努力全白费 记者计划学生台北报道 现在全国进入三级警戒 教育部员已经要求各级的学校 毕业典礼全改由线上的方式来进行 不过台北市私立魁山中学 却是无视于这样的规定 在今天早上礼拜六早上 照常举行毕业典礼 掀起了附近的住户痛批 虽然学生都有戴了口罩 但是成群节队到处拍照 实在令人忧心 于是他们决定打电话检举 没想到校方态度很强硬 教育局沟通无效 远景也被拒于校门之外 让台北市长柯文哲震怒了 他现在决定要先依法开罚30万元 再送教育局惩处 直接敲明说这个阶段 任何人都不可以耍大牌 穿着学士服 毕业生在大雨中翩翩起舞 现场气氛超级嗨 校方花招同样无极限 毕业证书从贴而降 无视全国疫情持续升温 北市私立魁山中学 执意要办毕业典礼 妙视国内防疫规范任由 学生到处群聚四处 啪啪噪 毕业典礼结束 大活舍不得离开 培怀在学校附近合影 全国进入防疫警戒三级 室外不得超过十人群聚 这画面怎么数都超过十人以上 学生不自知 校方放任不管 搞得附近住户气炸了 今天早上看到学生群聚才知道 应该是要遵照政府的规定 避免群聚 那这个应该不太适当 防疫期限 我们应该大家都要一起努力嘛 就是不能做这些事情嘛 因为这样已经很明显 你毕业年已经会超过十个人嘛 所以就有点不可适应 打电话检举原警反而被拒于校门外 网友梦酸贵族学校就是不一样 后台实在有够硬 有钱人就是任性 但其实教育部遭就派专员进行圈导 没办法校方执意要办 后续将会开罚最重三十万罚还 不排除还要进行减班或挺着 学校没有要办 是董事会要办的活动 我们是私立学校 校长归董事会国安 先罚三十万 再送这个教育局继续称除 防疫的阶段你知道 任何人都不可以刷大牌 非常时期 学校罔顾学生安危 无视疫情严重性 市府祭出非常手段 防止类似夸张行径 持续上演 截台北综合报道 疫情指挥中心 不断地抛出校正回归的数据 也让大家担心 是不是筛减量能 已经达到饱和 台大校长管中敏 就在脸书上发文说 台湾大学乐于将校内的PCR设备 投入防疫的相关工作 预计一天可以提供3000到5000例的 检验数量 指挥中心表示 已经跟台大兽医学院联系合作 不过也指出 目前的裁减量能不是问题 而是在于通报系统的上传格式 才会造成处理上的灾车 各地筛检站都大排长龙 再加上连日来校正回归数字 每天起码都有上百例 外界就担心 国内是不是裁减量能 也逼近饱和 台大校长管中敏28号就上网 秀出台湾大学两部PCR检测仪器 表示台大有意愿成为检验国家队的议员 乐于将校内PCR设备 投入防疫相关工作 预计一天就可以多提供 3000到5000例的检验数量 不过还要请政府协助 排除法规还有检验场域的限制问题 对此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做出回应 强调能提供检验的实验室 至少要达到P2以上的安全等级才能操作 目前台湾大学只有兽医学院符合标准 昆阳实验室已经主动联系合作 但指挥中心也指出 其实每天处理的筛减量不是问题 最大困难在于通报系统上传格式 那实验室的检验结果也都做完 甚至报告也都已经通知这个受检者 但是因为我们的系统 有一些这个上传的困难 通报系统还在塞车中 28号等待检验结果案例 还有5万多件 连夜火速处理 29号剩下2万9千多件 一天内排除三分之一的案件 希望筛减通报数跟排除数差距缩小 不光裁减量能 大家更担心北部医疗量能 是不是已经附和不下 紧急应变中心来协助这个病患的 转整的个案有31例 指挥中心表示 22号启动紧急应变中心 在初期为了调整清空病床数 的确是将31名重症患者 以往中南部跟桃园医治 就是要减缓双北医疗院所的压力 让病患能有更妥善的医疗资源与照顾 记者王正林秉舟台北报道 新北市府最近不断地公布热区的足迹 其中有80%都集中在菜市场 让婆婆妈妈们很担心 而现在市场里也开始出现 非常多的防疫妙招 有网友就遇到了 有大妈简直把市场当战场 不但全副武装 全身包紧紧还自备了拖把当吊钩 隔空取菜的画面 不止摊贩觉得好笑 就连路人都看傻眼 而三级警戒 今天是第二个周末 北市很多市场里一早仍旧是人潮满满 虽然大家都乖乖戴上口罩 但是群聚效应还是让陈时中部长很忧心 不断在记者会上提醒 没有必要不要往市场跑 应该自发性地做好分流 也可以透过Google Map先查看市场的人流 避开人潮众多的时刻 全副武装上阵 大妈简直把菜市场当战场 拿拖把充当拆弹工具 拿个菜真的好不容易 东桥西桥终于把塑胶带吊上钩 为了减少人与人的接触 他大姐还真的使出独门绝活 但这招隔空取菜可让路人看傻眼 不过随着新北市公布确诊者 热门足迹80%都集中在菜市场 但人潮似乎没有减少 周末一早 菜市场的人确实不少 婆婆妈妈趁着假日出门 又把菜量一次买足 全身防疫装备也跟着升级 除了最基本的口罩外 多数人都戴上了防护镜2.0版 全罩式护目镜把脸全都遮起来 帽子手套干脆一次都穿上身 不止买菜的人很挫 市场摊贩一样不敢轻忽 拍下市场人流简直跟过年一样 民众痛拼这只是市场内的一小脚 外围也没有落实实联制 这让部长很无奈 强调传统市场的染疫风险很高 民众应该要提高警觉 自发性做好人流管制 像是透过Google Map 查看人流时段 应超前部署进行自主分流 民众在发起 那就会分成是单数门牌 跟双数门牌主动在发起 自己来分流 善用Google Map上面 都会有即时的流量 疫情尚未降文之际 专家一再提醒还是少出门 减少与人接触 造成群聚才能有效降低 染疫风险 届台北综合报道 全国现在都在加强防疫 不过有百货公司的员工抱怨了 说公司为了要监测员工的体温 竟然让二三十个人 统统挤在一条狭小的走道上 要求每个人自行量测体温 还要依序排队填表 员工就痛批说 这样让员工暴露在群聚的风险之中 纸笔还共用 就怕成了防疫破口 而针对员工的爆料 业者回应说将会宣导 要保持1.5公尺的社交距离 并且改为扫描方式登录 员工大吐苦睡 这么不满 就是因为全国防疫再升级 百货缺狼二三十个人 统统挤在狭小空间 只为填一张体温监测表 会抱怨就是因为真的好害怕 常常人龙排队量体温 除了上班一次 下午还有两次 大家就怕原本体温监控的美意 反倒成了人潮群聚的防疫破口 虽然百货表示 目前会宣导保持1.5公尺 社交距离 并改为扫描方式登录 但看在自家员工眼里 恐怕已让他们 暴露在防疫风险当中 记得邱玉婷 徐乡民 台北采访报道